他可能非常惊恐 非常害怕 然后他用自己的右手 去按着他左手 然后眼睛也 这个眼神也非常的呆滞 然后就说有人在拉他 大家好 欢迎收看金牌特判 刚刚看到的是警察杨永峰 原本是侦办一件窃盗案 却没想到遇到难以解释的怪事 甚至意外破了一起凶杀悬案 以往我们说过了好几回 法医神探杨日松 毕经了灵异事件 协助破案的故事 这一次杨永峰是亲眼所见 办案过程遇到的奇怪现象 2001年10月30号 警方逮捕到一名贯妾 18岁的苏浩雄 他偷骗了十几间的民宅 被抓了 侦察员杨永峰是带着他 开车去指认刑切的哪一些住家 在结束的时候 刚好经过一间关公庙 关公庙的时候 那刚好我想上厕所 所以我就停车 停在那个树底下 那我进去上个厕所 上车的时候 乌云就飘过去嘛 然后可能是遮一下阳光嘛 但是他脸色就骤变 我们可能我们没有那么细微的观察到啦 但是从那个时候回到派出所之后 他整个人讲话啦神情啦 真的是有跟先前不一样 但是我们的认为就是 他故意在拖延我们办案的方向跟办案的时间 苏浩雄在关公庙前就开始喃喃自语 眼神呆滞 警方还提醒他安分点 没有想到带回警局来征讯 又发生更离奇的状况 他很惊恐很害怕 说有人在拉他 他一直说有人拉他 他用自己的右手 一直握着自己的左手 这样做拉扯 好像是在跟某一个人在拉扯这样子 但是我们是真的是都没有看到 也都没有感觉到啊 然后好像有人拉他左手 然后他自己拉的右手 要把他拉回来 那但是我们当下 派出所的远警 还有其他我们刑事组的同仁都在现场 根本就 私下没有其他的人去拉他 去碰他 在征讯室里面 让他自己心里作祟 所以他这样拉的意思是说 有人要拉他 然后要干嘛 可能要把他带走之类的吧 我问他的是 还有没有犯下其他的刑案 还有没有意见要补充的 就是对他所做的笔录 还没有意见要补充的 然后他就很缓慢地讲出说 他还有杀了一个女孩子 过程讲得非常详细 苏浩雄好像是不由自主一番 滔滔不绝讲出来 警方是根本来不及详细记录 只好赶紧全程录音 等到苏浩雄讲完了 已经整整录了两面的录音带 苏浩雄自白说 四年前的女学生命案是他杀的 要知道 侦察员杨永峰是两年前 才调派到这里的分局来服务 之前并不知道有这一起命案 直到苏浩雄这么一说 杨永峰才把卷宗给调出来 惊讶地发现 苏浩雄说的命案是真的 时间要回到1997年 一名16岁的少女小慧 晚上她是高宫夜补校二年级的学生 孝顺乖巧的她 白天还要帮家人在邮局前面 摆摊卖水果 12月30号的这一天 她身体不舒服 所以中午先回家休息 在父母的卧室午睡 当天傍晚在5点20分 妈妈回到家 要叫醒她去上学 掀开被子 却发现上女 她的胸口和颈部全都是血 仰卧在床上 已经死亡好几个小时 气管然后还有静脉 那胸部这边就刺了 大概有五六刀的话 有几刀是刺到那个 就是肺脏 然后又一刀刺到 整个大概心包膜这样子 那就失血过多了 小肺被刺杀了21刀死亡 其中颈部有11刀 左右的胸部有10刀 喉咙 气管 还有肺膜 都有穿刺伤 但是现场并没有打斗的迹象 厨房里面有一把 没有饼的水果刀 一定被洗得很干净 楼梯口似乎也有血滴 而在墙上 也有一似血手印 一切都指向凶手 他可能是小慧认识的人 邻居告诉警方 中午12点多 曾经看到小慧提的东西上楼 而在下午的1点55分 听到了小慧家中 还传出惊慌的声音 大叫 不要打我啊 到了2点多 又听到有物体 从楼梯滚下来的声音 他们以为是夫妻吵架 所以没有理会 所以警方来推算 小慧他应该是在 2点到3点 这段时间被杀害 而为了厘清小慧 他的交友状况 警方还到学校来拜访 也发现死者 他的成绩是终上 人缘很好 交往也很单纯 所以看不出来有任何的异常状况 只有前几天 交给老师的周记忠 写着最近住家附近发生的切案 他独自在家的时候 曾经有听到了门铃声 开门之后却没有看到人 让他心里很害怕 警方从学校的这里 没有找到任何的破案线索 指纹也没有比对出具体的对象 命案就这么悬荡了4年 没有想到苏浩雄他因为切到案落网 却突然坦诚犯下了女学生命案 让警方感到压抑 我问他是在那个女孩子家的什么处所 扎他 是在床上或者是床下 他给我回答的是 不在床上也不在床下 就是在一个木板床上面 那后来因为我不知道被害者家里的摆设 摆设嘛 所以后来我看到那个卷宗的时候 他原来他是在一个传统的日 就是日式的那种木板床的 那种床上 就直接盖铺着棉被 又像地板又像木床这样子床上扎他 然后他家里的摆设 他讲得非常的清楚 然后我们问他 第一刀如何刺 如何刺杀 那个女孩子死后 是死在床上的什么位置 脸部朝哪一个方向 他都讲得非常的清楚 还有说 他有整理过现场 然后有把毛发给吞进肚子里面 直到了这一刻 才确定苏浩雄就是凶手 而他自首的这么突然 警方也怀疑 他是不是遇到了灵异事件 凶贤不愿多说 只是坦诚说出了命案真相之后 睡觉比较安稳 我们有同事问他说 那你这样讲出来了 心里是不是会比较舒服 然后他说有 他已经这几年 他睡觉都睡得很不安稳 言下之意也就是说 好像 有被所谓的女鬼纠缠的意思 他第一次去那个女生家里 是要去找那个 就是被害人的弟弟 说要去借漫画书 然后他那个姐姐给他开门 然后开门进去之后 他可能认为有机可乘 但是他离开了 第二次他又拿那本漫画书 说要来还他 又把门骗开 他可能第一次他发现 只有一个女孩子在家嘛 所以他就骗开之后 就去厨房拿一把水果刀 就去胁迫那个女孩子 到房间去进行 他第一刀就是 持那个水果刀 刺向那个女生的颈部 苏浩雄怕被认出来 拿水果刀杀人灭口 抢走了240元的现金 杀人后 冷静清除自己留下的激震 冲容移开 深入了解苏浩雄 他的成长背景 母亲呢 因为激欠的赌债 和父亲礼意 从小他就和父亲 还有哥哥同住 由奶奶照料代大 因为在国中的时候 交到了坏朋友 开始走上不归路 八十四岁的老奶奶坐在家门口 用着纤细布满皱纹的双手 努力削着竹损 这些都是他一大早上山去挖的 削好煮熟了之后 还要拿到市场来叫卖 因为家里的环境实在不好过 儿子罹患了口腔癌 两个孙子 苏浩雄犯下了命案 判刑入狱 他的哥哥也因为卷入 基隆国中女老师命案 判处死刑 苏浩雄他因为犯案的当时 还是少年加上符合自首的条件 法官决定要给他重新做人的机会 判刑了十一年 直到2016年出狱 没有想到 恢复自由不到三个月 再度因为十五起的窃盗案落网 再一次路肩服刑 至于当年在关公庙前 乌云照日的诡诀天象 或许是冤魂请求神明弃凶 也或许就只是自然的现象的巧合 不管是哪一种 还是那一句话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啊 故事说到这 有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最后 记得订阅台湾大搜索频道 掌握最新的进度 我是金牌特派 下次见 原来好的益生菌 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七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 唯一添加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 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未经许可救 近江洛 未经许可救 太阳好 未经许可救 未经许可救